音樂音樂 但我想問你當初是怎樣無端端入行 有沒有一些入職條件 不可以說完全沒有背景 沒有的 那時候沒有的 那時候讀書又不是讀得厲害 讀完TI 香港TI 阿Sam認識 又出來讀完 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朋友做那些職位 不如你試一下那裡 又是因為喜歡畫東西 又是很創意的 然後就去試一下 但其實是很悶的 開始做那些 因為是做資料 之類的東西 但是很多東西都是慢慢學了上去 我想問 原來你本身都是喜歡畫東西的 所以其實你的藝術都很高 有的啦 是啊 我跟Alphie真的差不多 我以前都要拍照的 我打一閘就不要看了 真的很慘 就是斟茶遞水 負責訂購外賣 你OT的時候 因為又不想自己肚餓 然後你又不想九點才吃飯 那我就OK 不要啦 現在九點我們吃飯 我訂購 你們快點做事 Alphie 我沒有記錯 你是做出版社的 我試過接一個項目做的時候 我當時我是做項目管理人員的 在那間公司 有一個項目 就是 他們通常 因為我做的那個是 Multimedia 公司 他們通常做的就是 online campaign 什麼是 online campaign呢 例如你在Yahoo 香港那個 那你有時你去那個版面的時候 有時會彈一些廣告出來的 那些廣告其實是有時在那些 online campaign 例如Adidas 它出一對新的球鞋 那它就會在Yahoo那裏放商品 那這個就是它去推廣它新的那對球鞋的商品 那我們這些 online campaign 晚上永遠都是12點出的 晚上很有緣分 她很疼我的 我老闆很疼的 她很好的 她在三年前已經看中你了 某些原因 recrui不到你就可能 我不成熟 我不夠成熟 你是一個被選中的小孩 晚上坐的士回家 過海的 我做灣仔 華潤大廈那裏 那樓下就是整條的士籠 是坐的士回家的 有一次是 第二天我又 我會經過九龍城的 那我就叫司機 司機你經過九龍城 我要去黃明記買碗魚蛋粉吃 我才回家 然後她就轉眼看著我 她說小姐 又是你呀 哈哈哈哈 陳先生又是你呀 是啊 原來昨天我也是這樣吃來回家 那怎知道又是同一個司機拿起我 又是同一個時間 因為黃明記呢 我老爸很喜歡吃賴蚊竹的 那我只是懂得吃脈圓 賴蚊竹也有 哎呀 你們現在幾點啊 你們說話吃 大家看清楚今天 像貴賓